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又婷 马上再您关心 今天7月18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今天早上起床看到的第一则新闻 就是美国影星班埃佛列克 和珍妮佛罗培兹 昨天完成大婚的消息 20年前合作电影绝配杀手 擦除爱火的他们 是好莱坞有名的情侣党 不过随着票房惨败 这段感情也暂时画下据点 没想到时隔20年 他们又重拾爱火甚至结婚 只能说真爱绕圈圈 感情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呢 好啦马上进入今天的国际新闻重点吧 今天会带大家关心 美国2024总统大选最新状况 乌克兰货机坠毁在希腊的消息 以及首尔库文化节的新闻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吗 那就赶快跟我一起听下去吧 美国和台湾一样 将会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 现在2022年已经过了一半 两国都已经开始为了大选做准备 今天第一则新闻将带您关心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准备好为2024总统大选 跟美国前总统川普一较高下的新闻 相比目前内部还较为混乱的民主党 身为共和党记得前总统川普 上周向纽约杂志表态竞选的消息 预计最快会在9月 或是等其中选举结束之后公布 而就在17号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向英国《泰晤士报》说明 自己可能缴除总统大位的消息 现年58岁的蓬佩奥曾经担任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 目前从反政坛已经开始在爱荷华 新罕布什尔、南卡罗等州演讲一起打广告 另外他也曾与川普结盟 在2020年拜登赢得大选时 川普不愿意承认川普的前副手彭斯 就是因为确认拜登当选而与他失和 当时蓬佩奥是站在川普那边 拒绝承认拜登当选的一方 而现在却告诉《泰晤士报》 2020年大选没有问题 被认为是在和川普划界线的迹象 蓬佩奥表示他会在11月其中选举过后 与他最亲密的顾问 也就是他的妻子苏珊讨论并做出决定 他强调如果结论是那个位置适合他们 时间点也刚好 那么他们就会为此做出努力并尽力做到最好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民调显示 有将近一半的共和党初选选民 想要选择川普以外的人初选总统 接着带您关心发生在希腊的坠机事件 希腊时间16号晚间10点45分 一家乌克兰子午线货运航空营运的货机 在希腊北部的卡瓦拉市发生坠毁爆炸事件 这架飞机上总共有8名机组人员 当时载有11.5吨的军火要前往孟加拉 目前已经证实机上所有人员都罹难身亡 子午线航空董事长波格达诺维奇 昨天透过电话向路特社强调 这件事情与乌克兰或俄罗斯没有任何关联 货机上的武器都是由塞尔维亚制作 塞尔维亚国防部部长史蒂芬诺维奇发布声明指出 机上的军火包括迫极炮以及训练用炮弹 都是由塞尔维亚国防部制造 买方则是孟加拉国防部 这架货机在塞尔维亚时间16号晚间8点40分起飞 机上货物是由塞尔维亚一家营业项目 登记为执行外国军事装备 与其他防卫用品贸易的民营公司所拥有 根据希腊民航局表示 这架飞机原令要从塞尔维亚飞往约旦 在进入希腊时 飞行员通报发动机有问题 他们就建议飞行员降落到卡瓦拉机场 不过却在回报后就失去了联系 飞机最后在机场以西40公里的地方坠毁 许多相关影片都显示 飞机在坠机前就已经爆炸变成火球 坠落之后火势迅速扩大 连消防人员都难以进入进行救援 现场散发强烈气味 昨天早上有两名消防人员因为呼吸困难 因而送医 警方已经要求现场的媒体记者 必须戴上口罩才能进入 新冠疫情加上俄乌战争延烧 全球经济都陷入非常混乱的状况 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 各地感受都相当明显 各国央行都在迅速调高利率 来面对通膨带来的冲击 接下来这则新闻将有带您把焦点放到纽西兰 根据彭博报导 今天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 通膨年率从第一季的6.9%上升至7.3% 比经济学家预测的7.1%又高了0.2% 创下32年来的新高 另外消费者物价也比三个月前上涨了1.7% 已经超过1.5%的中值预期 根据法新社报导 纽西兰统计局认为 通膨会冲至1990年的新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燃料、食品和住房成本所致 高层艾特威尔更强调 供应链问题、劳动成本等需求增加 都会持续推高新物营件成本 纽西兰央行上周连续第三次升息两码 将现金利率调高到2.5% 纽西兰澳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佐尔纳认为 国内导向的通膨卖动明显高于央行所预期 央行今年剩下的三次会议 应该会继续升息两码 让现金利率达到4%的高点 他也告诉纽西兰电视台 物价可能还会持续上涨 上周有带大家关心 马德里LGBTI Plus大游行的消息 也简单说明了一下LGBTI QA分别代表的意思 今天则是要带大家关心 16号在南韩首都首尔视听广场前 盛大展开的第23届首尔酷尔文化节 这几年许多活动都受到疫情影响 该才线上举办 首尔酷尔文化节也是一样 这次是睽違三年 以活下去吧 在一起吧 向前走吧为标语 实体展开活动 当天虽然下着大雨 也没有交袭民众的热情 非常多民众都冒着大雨前来参加 另外人权公民团体 大学性少数者社团 宗教团体 以及加拿大 荷兰 德国 美国等大使馆 都前往视听广场 进行摆摊活动 一同共襄盛举 首尔酷尔文化节 驻近委员长杨善宇表示 性少数族群自从新冠疫情以后 便过着更加孤单寂寞 孤立无援的生活 民众等待今天 已经很久了 以出位的美国驻韩大使 高德伯格也上台发言说道 他们将会为人权挺身而战 美国反对任何地方出现歧视 期盼建造一个 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的社会 纽线案驻韩大使特诺 则是和他的同性伴侣 一起上台强调 包含任何的性倾向 所有的人都应该过着 自由五居的生活 不过这次的活动 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就在索尔市政厅广场的另一端 嫉妒教团体与保守派阵营 身穿白色衣服 守持着反对制定 反歧视法的标语 进行抗议 与孤尔文化节的民众 有发生短暂冲突 但是警方即使将他们支开 没有造成严重的暴力事件 最后带您关心 叙利亚哈贾拉斯瓦德区 因为电影《家园行动》 吸引不少民众 前往观光的新闻 哈贾拉斯瓦德区位于首都大马士格的郊区 与亚木克的巴勒斯坦难民相邻 在阿拉伯语中有黑色岩石的意思 这里曾经是人口非常多的地区 但在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之后 这两个地区就不停爆发冲突 有些区域甚至被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给控制 2018年经历一场驱逐圣战分子的行动后 哈贾拉斯瓦德几乎全部被移为平地 建筑物都已经毁损 整个城市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更有鬼城之称 只有非常少数的居民回到当地生活 而最近有港星成龙监制的电影 《家园行动》到当地去拍摄 7月14号时 有许多神传夜门部落服饰的演员在哈贾拉斯瓦德区现身 这部电影是改编自2015年 夜门发生战乱期间 中国外交部紧急撤离中国同胞和外国公民的故事 因为到夜门拍摄太危险的关系 所以选择到叙利亚进行取景 《家园行动》的剧组成员谢星表示 这个被战争摧残的区域已经变成摄影棚 吸引制片人到访 要盖出类似的摄影棚需要非常高额的资金 所以这些区域被当成是低成本的摄影棚 吸引许多人潮 另外制作团队也会到伊朗与俄罗斯的一些地方 进行拍摄取景 剩下两次分享一句清单的机会 今天想介绍的电影 是大家可能都看过的《阿甘正传》 这是一个智商只有75 却有着惊人的运动神经 且心地非常善良的男主角阿甘的故事 大家都看过了为什么我还要推荐呢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 在不同的年纪看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内容我就不多描述啦 直接用里面的台词来谈谈这部电影吧 首先是阿甘妈妈说的 You are no different than anybody else 你和别人没有任何不同 是妈妈有给她健康的成长环境 才能有后来成功的阿甘 除此之外还有一句台词 We all have a destiny Nothing just happens It's all part of a plan 我们都有各自的命运 没有事情随随便便就发生 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跟我曾经推荐的电影 最美的安排有相同的概念 最后就是最有名的那句啦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ll never know what the next one is 给大家自己去体会咯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国际报的内容 本节目有了台湾TES制作播出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新闻内容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是想法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是又婷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 拜拜